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6号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就在这个月初 以羊毛鞋起家的运动休闲品牌Allbirds对外宣布 他们将会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港口城市波特兰 开设他们全新的办公室 根据Allbirds的联合创始人Tim Brown介绍 波特兰的办公室将会作为他们设计和产品开发团队的创意总部 按理来说 一个品牌在不同城市开拓自己的办公地点 好像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 但是Allbirds的这个举动却被商业科技媒体Business Insider认为 这是他们将战略重心重新调整到鞋类品类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实不仅仅是Allbirds 波特兰这座城市早已经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等等巨头的所在地 而近些年来Lululemon 十足鸟昂跑还有Under Armour 都在波特兰开设了自己的设计中心 那为什么这个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城市会吸引如此众多的运动品牌 又是哪些因素使得波特兰成为了全球运动鞋的设计研发中心呢 那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会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安踏在今年上半年交出的成绩单 8月24号安踏集团发布了半年业绩报告 他们的总营收接近260亿元同比增长13.8% 这个成绩也让安踏首次超过了耐克中国 成为了国内营收规模超越外资的运动品牌 那具体来看他们的主品牌安踏的收入增长了26.3% 菲勒虽然受疫情冲击比较大 但是盈利水平也比去年下半年提升了2.5% 另外凭借着近期户外运动的热度 安踏旗下的迪桑特和可隆体育在疫情之下表现亮眼 收入同比增长接近30% 下面继续来看一下亚马逊在医疗领域的动作8月25号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上个月收购了医疗保健提供商One Life Healthcare之后 亚马逊正在寻求重组自己的医疗保健服务 他们决定在年底之前关闭Amazon Care 这个业务主要是提供以公司员工为基础的远程医疗保健服务 同时也派遣服务者到患者家中 亚马逊认为这个业务没有能够为目标客户群体提供足够强大的服务 根据了解Amazon Care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 曾经寻求为全美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但是看来亚马逊也难以将服务扩展到自己的员工网络之外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Twitter的新动态 美国东部时间8月24号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Twitter前安全主管派特尔扎克 于早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投诉当中 举报Twitter隐瞒了在隐私内容审核数字安全等多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朱特随后在公司全员性当中也否认了这一点 并且提到扎克他只是一名领导不利业绩不佳的前高管 然而这一投诉已经引起了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注意 这一机构也将会在9月13号召开听证会 讨论Twitter的违规事宜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对冲基金教父朱利安·罗伯逊此事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8月23号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 因为心脏并发症在纽约去世 享年90岁 罗伯逊在1980年创办了老虎基金 并且将启动资金不到千万美元的公司 做到了230亿美元的规模 在他经营的21年的时间里 老虎基金的收益率跑赢了标普500指数14次 巅峰期时候的年均回报率高达31.2% 黑石的创始人苏世民曾经评价 罗伯逊是对冲基金历史上为数不多地 创造了一个王朝的人 那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聊聊 被誉为玫瑰之城的波特兰 为什么会成为全球运动鞋的研发中心呢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 胡同来信是我们生动活泼推出的newsletter 每周三封 主播和监制们会在信中来聊聊节目之外的内容 比如说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信息 最近商业科技新闻背后的一些思考等等 newsletter里还有每期我们生动打咖啡的文字稿 包括我们节目里所提到的一些信息来源和文章的阅读链接 另外每周五newsletter当中的信息食谱 还会精选出三条我们生动活泼选题会上 大家认为那些值得阅读的内容 那除了胡同来信之外 我们也将会尽力的确保每季度 为newsletter的订阅者来举办一场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活动 除了已经举办了三期的露天演讲台将会以新形式回归之外 我们的早咖啡也在策划新的活动当中 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邮件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或者是询问任何事宜 我们都会一一回复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的慷慨加入会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 想要了解如何加入我们的胡同社区 可以点击我们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咖啡小动态 下面继续今天的清解读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几双风格和功能不同的运动鞋 但是你能想到吗 你鞋柜里那些款式各异的运动鞋的设计 可能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 那就是波特兰 波特兰是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这里曾经被描述为拥有无数啤酒吧 二手黑胶唱片店 还有独立书店以及手工咖啡馆的时髦天堂 另外由于当地的海洋性气候十分适合种植玫瑰 所以波特兰市内有很多玫瑰种植园 那这座城市也被称为玫瑰之城 当然这座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爱花爱书爱咖啡的文艺青年 还吸引了无数的运动品牌零售商营销机构和猎头 这一切都已经让波特兰成为了那些希望在运动鞋行业谋求发展的人 最向往的目的地之一 这里不仅仅是耐克和哥伦比亚的总部 也是阿迪达斯的北美总部 作为与耐克几乎死敌般存在的竞争对手 德国人早在1993年就带着三叶草落户波特兰 2014年的时候更是把公司的设计总部 从德国搬迁到了波特兰 除此之外 日本的美金农 英国的Hightech 加拿大的十足鸟 运动装备巨头Under Armor 户外雨鞋Box等等品牌 都在这座城市设立了北美总部或者是研发设计部门 包括李宁和安踏也曾经在波特兰开设过门店和设计办公室 而近些年来一些新锐品牌也在不断地涌向这座城市 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Lululemon 昂跑和All Burst等等 市场研究机构NPD Group的体育产业分析师马特鲍威尔曾经说过 波特兰对于户外运动产业的意义 就如同是好莱坞对电影产业的意义一样重要 那为什么波特兰会成为运动鞋类品牌的研发设计中心呢 原因之一 充足的设计人才储备 波特兰这座城市的运动用品产业如此发达 不仅仅是因为波特兰人对体育的酷爱 更是因为波特兰在运动用品设计领域 拥有全球最优秀的高等院校 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州立大学 都开设有体育产品设计和运动营销管理类的专业 耐克的联合创始人Phil Knight就是毕业于俄勒冈大学的 他和他当时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Bill Boverman 就是在波特兰的一个车库里 开始了他们的耐克创业计划的 而作为俄勒冈大学的知名校友 Phil Knight自1994年以来 已经向俄勒冈大学捐赠了近10亿美元 在耐克公司持续多年强力的资助之下 俄勒冈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更多 直接与耐克公司亲密接触的机会 当然俄勒冈大学也为耐克提供了大量的设计师 由于和耐克的深度合作关系 俄勒冈大学甚至还有一个别称就叫做耐克大学 除此之外 波特兰还有一所特别值得一体的专业院校 叫做Pencil鞋类设计学院 这所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就是Air Jordan的前设计总监 D.Wen Edwards 在为耐克工作了11年之后 2010年他停下了全职设计师的工作 创办了Pencil设计学院 鼓励更多年轻的鞋类设计师进入这个行业 学生在这所学校可以从头到尾地学习 鞋类设计过程当中的所有内容 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 新材料的技术 色彩的原理 圆形的制作 以及球鞋的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等 与此同时通过与阿迪达斯和亚瑟士等品牌展开合作 并且连续举办世界运动鞋锦标赛 使得这所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参加比赛 直接感受从第一张草图的绘制 到新鞋在货架上出售的全过程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自成立以来 Pencil已经为耐克 Under Armour 还有阿迪达斯等等品牌 输送了接近500多名的设计人才 正是因为聚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球鞋设计人才 Allbirds和Lululemon等等新锐的品牌 也在近些年来 开始将自己的设计部门搬到了波特兰 根据了解 Lululemon在去年开设了波特兰办公室 他们聘请了几位行业里的重量级的人物 其中就包括在阿迪达斯工作了25年的高级副总裁 兼全球篮球部总经理Simon Atkins 现在的他已经是Lululemon的鞋类高级副总裁 而Allbirds现在的概念与鞋面设计总监 Spencer Wyatt 也担任了六年阿迪达斯的高级色彩与材料总监 由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等行业巨头 在当地的长期发展 推动着波特兰地区 诞生了成百上千家大大小小的体育用品公司 而各大体育用品公司 又通过对赛事和场馆的赞助 球队的商业合作 以及市场营销等方式 完成了对体育核心资源的反向支持 从而使得波特兰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体育商业生态循环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又衍生了一大批新的公司 比如说市场营销公司 独立设计工作室 可用资源研发公司 生物力学工作室 以及产品测试团队 还有物流公司等等 这些围绕着运动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创业公司 也都跟随着商机纷纷加入波特兰的体育用品市场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运动鞋行业的专业人士 几乎都住在波特兰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选择离开耐克或者是阿迪达斯这样的大公司之后 都愿意创立自己的品牌 或者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比如阿迪的前总经理Scott Hamlin 就创建了以废弃材料再利用为核心的服装品牌Lube de Bourque 耐克的前数字战略专家Lise Valentine 在这里创办了他的数字营销机构Swift 曾经为科比设计过两双球鞋的阿迪达斯前设计师Eric Nelson 也在波特兰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咨询工作室Ghost Works 另外耐克球鞋的前开发研究员Ian Williams 在波特兰还经营着一家球鞋主题的咖啡店 可以说高度其中的顶尖人才 再加上完整而灵活的商业体系 使得波特兰成为了体育运动产业初创公司的沃土 有人说是耐克成就了波特兰 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是波特兰的户外运动产业得以发展壮大 却也有着其必然性 波特兰是一座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城市 这里拥有全美国最大的城市森林保护区之一 波特兰森林公园 公园内纵横穿插有超过112公里长的步道 这些步道沿着威拉米特河 哥伦比亚河 哥伦比亚沼泽 一直延伸到城市的东部郊区 把超过30个相互分隔的公园连接起来 共同提供了多样化的户外运动选择 再结合波特兰1000毫米的年降水量 也构建了非常适宜户外运动的优质生态资源 而离波特兰市区一小时车程之外的胡德山 则是美国著名的滑雪胜地 其中竖线雪场更是全世界 屈指可数的全年无休的雪场 波特兰正是凭借着宜人的气候 再加上自身的森林公园 城市公园 以及周边哥伦比亚河和威拉米特河山谷 瀑布以及俄勒岗沙漠高地等全地形地貌 开发了包含森林骑行 冰水跑步 雪山滑雪 峭壁攀岩 还有沙漠徒步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项目 有了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 户外运动装备的聚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品牌可以更加靠近消费者 更重要的是运动装备制造商 更需要这些地形和用户来研发测试产品 比如说BOX的品牌设计师就曾经对外表示 对于生产高性能户外鞋的企业来说 户外防水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这也使得在登山远足和涉水等各种环境下的测试 变得极为关键 而波特兰的地理地形特点 恰恰是能够很好地提供这种高要求的测试环境 另外波特兰州立大学户外运动项目主管 Jennifer Noffal曾经表示 波特兰有非常多元化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 这些条件对于研发各式各样的球鞋科技至关重要 测试团队需要进入到山区海洋和远足小径等地方 来测试不同地形不同天气状态下的球鞋表现 并且通过与职业运动团队的合作 及时获得设计新趋势的反馈 当然作为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波特兰的环保生活方式 多元化的社区 再加上并不高昂的生活成本 也是热爱户外运动行业的人们 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的一些重要原因 那聊到这儿了 我们也想来问问你 你曾经去到过哪些 你认为比较适合户外运动的城市或地区呢 不知道你曾经在那些地方 有过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 又来到了我们回复咖啡豆的时间 我们的听众 穿铃打夜 在上周一的节目 也就是我们互联网巨头 为何高价买诊所 这期节目的评论区里提到 医疗行业在美国很能创造收入 如果亚马逊把One Medical的医生护士的收入 像他的程序员一样控制 那是要赚疯了 亚马逊如果能够从医疗行业进入保险的话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的早咖啡编辑部的选题会上 泽灵就曾经提到过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听听泽灵 给穿铃打夜的回复吧 哈喽传铃打夜 我是早咖啡编辑部的泽灵 杰夫贝索思有一句十分霸气的话 可以概括亚马逊在不同行业的扩张 那就是你的利润就是我的机会 从零售领域开始 亚马逊抱着这样的理念进入到很多行业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CB&S就发布过一个报告 从以往亚马逊投资布局的视角出发 猜测了他们接下来可能会颠覆的12个行业 我们也会把这份报告的链接放在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里 回到医疗保险的话题的话 亚马逊其实已经尝试过了 四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亚马逊和巴菲特的布克希尔哈萨维 还有摩根大通 一起组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 黑文 这三家公司在全美各地加起来 有超过100万的员工 他们每年在健康保险费用上的支出 超过了40亿美元 于是为了运用新技术 降低由企业雇主承担的那部分员工医疗成本 甚至是汇集到这些员工的家人 还有公司外部的人们 黑文这家公司成立了 不过这家公司仅仅存在了4年的时间 2021年的时候 黑文宣布停止运营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 这三家公司的员工有很多 但是他们分布在全美不同的地方 黑文需要分别和各地的医院 药房等供应商来谈判 没有办法利用规模优势压低成本 改变美国现在的医疗保险体系 除了这一点 黑文在三家公司的内部运营 已存在合作的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摩根大通对于项目推进的兴趣 明显要高于6万两家 亚马逊更是倾向于自己担战 比如今天节目里刚刚提到的 被关停的Amazon Care 此前他们和黑文有很多 业务上的重合之处 最后就是数据共享的问题 亚马逊 伯克希尔哈萨维和摩根大通三家公司 并不愿意互相共享 自己的员工健康数据 还有支出情况 给黑文的运营增加了很多难度 最后再加上碰到了疫情 还有拜登政府的医疗改革 最终黑文关门大吉了 好的 感谢泽灵 也感谢川林打夜 给我们头地的咖啡道 如果你也有些什么样 日常生活当中的有趣发现 欢迎你继续给我们投稿 投稿方式就在我们的show notes当中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下周一一早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